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郑别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望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西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这次我们就说说这个以色列 你最初以为他是骂差这个哈马士 原来不是,骂自己人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回居说 可此,可此啊 什么事啊 原来英国新任的工党政府宣布 暂停向以色列出售部分军备 这个决定呢 对呀,你糟糕了 不然这样,其实他也没错 你知道,投得工党的人 一般来说就不太想战争 其实他是满足他的选民 没错啊 我想他自己库存不足不再提供 也有的 用这个做这个 一石二鸟 一石二鸟 原来英国宣布暂停向 以色列出售部分军备 这个决定立即引来英国 国内亲义团体和以色列的非常不满 甚至内塔尼亚湖震怒的 以色列总裏内塔尼亚湖 对以色列出售包括军用 飞机、直升机、无人机 或部件在内的这些装备 英国政府同时也发布 调查报告就说 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可能是违反人道主义法 用可能吗 不是吧 你也挺轻手的 非常稳无 你已经说过几次了 是的 但是 英方没有办法做出决定性的判断 英方其实基于 两个问题实施部分装备的禁定 第一 就是以色列在加沙 你为民众提供必不可少的救援方面 你看你做不够 他不拯救援车队要好好了 蛤 其实非常温和 他也说 有可信的指控证明了 以军对于拘留人士作出一些 是不好的对待 英国外交大臣 这个是David Nami 他也在夏议院发表讲话时 就是对以色列的军备出口有明显的风险 这样可能会导致违反人道主义法 拉米 他也说 我们不能够 是 也无法裁定以色列是否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 为四万多人没有了 相当温和 因为这样的冲突 审查英国的出口虚可症 是政府的法律责任 他也说 这个并不是一项全面禁令 不会对以色列的安全作 是有实质的负面影响的 当然你得理你 我不得理你 没有负面影响都要说你 英国的国防大臣John Healy 他也说过 英方有责任向最亲密的盟友 说出最残酷的事实 并且强调如果以色列再次 是受到直接的攻势的话 英国将会全力帮助以色列 当然他这么说 一旦担心将来有什么事 就说至少你了 这个举动当然 也凸显了英国对以军在加沙行动相当不满 虽然英国对以军在军备出口的规模 小过美国和德国 但是大家都觉得也表明了 以色列在外交上受到某个程度的孤立 除了美国和德国 是撑你之外 其他人都开始站远一点 意大利也是 不过英国政府这个决定呢? 当然了 人家来了 是亲以色列和其他人士的批评 一方面一些英国政界人士和犹太团体指责 司纪然领导的工党政府放弃以色列 不是 他只是几十项没有出 而且核心那些全部有给以色列 并且鼓励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敌人 如何鼓励? 如果再回来 我再回来 如果加沙的民众 你这样给予是否鼓励以色列动手? 他说是防守 四万多人全部都防守? 四万多人那些是怎么说的 我说不了 然后你看到 我们最先开始知道 数据是一万上到两万 然后上到三万 然后上到四万 四万之后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还可以归类为防守? 没错 如果是俄罗斯搞的话 这些都会灭绝吧 没错 另一方面反对加沙的人士 其实他也是骑虎难下的 一方面是撑耳的人说 你这样做得太绝了 另一方面 在反战人士说 你做得不够不够绝 例如反战人士说 你继续向以色列提供F35战机的零部件 自从去年10月7号最新的尾巴冲突 以军在加沙的行动 已经是移平了 这个有230万人口的飞地大部分地区 导致4万多人离世 多数是富裕 上百万人流离失所 随着战争持续 其实英国政府也有很大的压力 因为你知道工党始终和压力团体有相关的 英国媒体也说 英国民众普遍支持停止向以色列出手军备 超过50%的公众支持这个决定 只有13%的人反对 另外英国政府决定也引来 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外交争端 以色列总理府也发表声明 这个决定 可似你帮哈马斯壮胆 什么 逻辑在哪里 现在很多人士都这么说 美国继续向他们提供军备 可似你帮是那些乱动手的人 是壮胆 不单是壮胆 不是壮胆那么简单 是实质的证据 实质的东西 声明也说 以色列现在是以正义手段 蛤? 哇 四万多人没了 你和我正义手段 真是好事 这个真是 正义手段 进行正义战争 那四万多人是什么? 下面那句话你信不信? 戴马斯壮胆听着这句话 我们以色列采取了前所未有 保护平民的方法 蛤? 你听到震惊吗? 四万多人是什么? 是的 而且他说 根本不当人命一回事 根本没有留我仇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 没错 并且完全遵守国际法 无论有没有英国的军备 以色列都会赢得这场战争 并且确保我们共同的未来 当然了 原来泰晤士部也说 美国人现在 总是很难相处 以色列人更加是愤怒的 英方现在这个禁令 也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 美国也说 你这样不行的 警告你啊 所以你说 有没有干涉内政呢? 如果中国说一句 你不可以这样的 你们可能大大炒作 就说干涉内政了 所以你自己想吧 反正以色列就说你可恥了 可恥了 还有一件事也要说一说 就是埃及总统塞西访问土耳其 大家知道埃及和以色列也是接约的 应该和加沙是接约的 埃及总统塞西访问土耳其 亦是在安卡拉 即是土耳其首都和根宿 即是土耳其总统阿尔当安进行会谈 讨论了以色列冲突和进一步修复两国冻结的关系 这个亦是很罕见的 十二年来 是埃及总统访问土耳其 我们说过其实以色列冲突 变相令到整个中东的国家团结 就算不团结它也要团结 是吧? 因为巴勒斯坦这个大旗 就是穆斯林世界最崇高的理想之一 而现时就是最崇高的理想之一 就算和西方关系不错的沙地阿拉伯 阿联游也不敢说些什么 最多叫你克制 沙地阿拉伯更加不能和以色列建家 因为它是穆斯林世界 在伊斯兰世界的永远守护者 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他们的古兰经 阿拉伯文才是正宗其他日本 所以其实是很多其他国家人 我指穆斯林 他们可能不懂其他人 但是阿拉伯文 只要你看古兰经或者可兰经 你也是要懂的 因为他这个才是正宗的 一三年时 时任国防保长塞西 亦推翻了土耳其盟友 穆斯林兄弟会成员 前总统布海默德穆尔西 第二年成为埃及新任总统 之后埃及和土耳其的关系就分裂了 好像之前穆斯林兄弟会 有些人都去了你们国家住 又是为了避开塞西 根叔呢 埃尔丹就说 这样 现在我们可以谈谈 但是你知不知道当时他怎么说 永远不会和塞西有任何交谈 十二年后他就有了 不要相信永远这个字 在政治世界里面 不要说政治 你永远不知道将来会怎样 好像越南和美国的关系曾经很差 还有战争 现在不是一样是可以合作 是可以经济上合作 俄罗斯曾经和盈盟都走得很近 现在是怎样搞成这样 用得当日 塞西一行人 这个曾经被埃尔丹安称为敌人的人 居然在安卡拉机场受到爱尔丹热烈欢迎 两人随后 也乘坐一辆车一起前往总统府 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会谈 原来明年就是两个伊斯兰世界的大国 建交一百周年 人口当然土耳其不是很多 但是埃及就多 而且这两个国家 在伊斯兰世界都是非常有分量的国家 土耳其是欧亚的家会之处 自古以来相当重要 埃及更加是 埃及人的DNA是全球最复杂的 因为他们受过很多不同民族的统治 当然他们是觉得自己是阿拉伯人 但是他们是否很纯粹的阿拉伯人 也不是不重要 他们觉得是没什么问题 埃及当然在今次的尾巴冲突当中 也做了几次滑船 埃及当然 你说会否与土耳其搞好关系会 一齐要搞定中东 没错 原来埃及当案亦在联合记者会上 土耳其和埃及的双边关系 对地区和平稳定至关重要 亦是本主双赢的心态 将会推出到多维度的双边关系发展 土耳其特别希望加深和埃及的天然气 和核能方面的合作 赛西这次访问土耳其 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共同主持了 两国首次高级别的战略合作委员会会 会议签署了17项协议 涉及能源、国防、旅游、卫生、农业、金融、文化、教育、交通等领域 埃及当案亦重申 土耳其和埃及希望在未来五年内 将贸易额提高到50-150亿 我也说过 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有共同立场 他们亦验责 这个肯定是这样的 整个穆斯林世界 还有一小绝人 不是的 那些姜毒友 好像没有出声 涉及尾巴冲突 这么严重的死伤 没有出声 因为担心得罪西方 担心得罪美国 注重人权 那些是穆斯林 对 但整个伊斯兰世界 全部都是一致 坚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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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护照也说不可以去以色列 这个真是厉害 敢为天下 原来他们也谴责 以军在加沙的事件 同时也赞扬埃及的人道主义努力 拉法口岸 以及谈判当中的调停角色 其实土耳其也是 土耳其做了很多事情 还有 战争换囚 他们得罪他 没有好日子过 土耳其得罪他 没有好日子过 后面在伊斯兰世界来的 其他寻求医会人士 土耳其是顶着很多 塞西亦表示 他们呼吁加沙尔停火 结束弱弹河西岸的暴力事件 但是定居者 台湾叫团肯者 说得很棒 定居者 怎会那么容易 非法定居者 记住他们 塞西和沙尔当中也讨论了 利比亚和索玛利的局势 虽然十多年的关系 但是他们贸易没有停过 土耳其是埃及的第五大贸易伙伴 而埃及是土耳其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两个国家的关系从2020年开始解动 当时土耳其方面 亦发起了一项外交努力 缓解和亚联友 沙特阿拉伯和埃及 等等疏远的关系 当然 现在就好了很多 还有 整个以巴冲突 这些变相团结了穆斯林世界 你想想想之前 当然去年 以色列没有与巴勒斯坦有冲突之前 沙特和伊朗在北京签计的协议 也相当重要 定了大基点 没错 因为你知道 他们是代表伊斯兰世界两大中派 对吗 这也是有得和解 当然这些历史上 是很复杂的 因为他们整个 你知道四大哈里法那些 之后我们有 主持好撒家的历史 也会有人说 之后我们也会说 先买个关子 去年两国重新互派大使 土耳其亦被事向埃及提供 土耳其的无形机好撒家 今年2月 我以当安也访问开罗 并且见了蔡西 这是他自从2012年以来 首次访问埃及 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时 亦都说 新的一线 翻篇 我们经常说 普通话叫翻篇 New Chat 亦都说 东地中海能源合作 利比亚和加沙冲突 还有经济问题等等 涉及地区发展的议题 促使两个国家 是双边关系要合作 你记住 利比亚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利比亚 不是利比利亚 利比利亚 就是以前 美国的黑奴 组成一个国家 自由之地 不是利比利亚 利比亚就是卡达菲 卡达菲 你推倒了它 结果现在分了三四块 政权 也走了很多人 通过地中海 走了去欧盟 所以 常常说有个体场 你觉得不是 不应该走自由民主西式吗 很明显那些国家走不了 亦都不能走 你不说民主吗 这是你说的 你是西式民主 但是有些地方是不对的 而且民众 最后可能走回老老 也不奇怪 你看阿富汗就是 阿富汗就是 阿富汗最好来自 对 包括之前 莫里花革命的特尼斯 当然他现在正在走那一套 但亦有很多波折 没记错他们 对吧 好了 今次节目时间到此 多谢各位网友 下次再为大家分析其他议题 是这样 拜拜